有三个按钮,所以我们今天要做的三个 第一个清除,我想很简单 I等于第二列到最下面列 然后做什么呢,把里面清空 所以追栏里面的Sales Sales里面I列的追栏等于空的就OK了 那至于要怎么输出呢 基本上你会发现 不需要判断的 主要会有邮递区号 城市跟街道还有楼 要判断的就是其他这些栏位 那最后把它串接就放过来的话 城市其实主要一个 第一个回圈,第二个逻辑判断就写完 那怎么去判断比较简单 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这有些城市前面都写过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 第一个的话一样 在那个模组里面插入一个程序 程序名称也许叫做地址 地址那第一个当然就回圈范围 回圈范围是for I等于第二 到最下面列 这个前面写过一个NAS 那里面要做什么呢 要串接 所以串接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像刚刚一样有个S 不过S 当然我们之前是有个S等于空自串 不过这个我刚刚讲过 你这个没写其实也没关系 这个只是说它的初始值 但是如果说你不写这个 它自动也会因为你串给它的东西是自串 所以它就自动变自串 所以BBA的变数还蛮弹性的 你丢给它什么它就变什么了 OK 所以就跟杯子一样嘛 你倒茶它就变里面放茶 你倒果汁它就里面是果汁 OK 所以大概这个概念 那我们先怎么样呢 把那个邮递区号跟就是什么呢 跟那个城市跟街道这三个串在一起 要判断的就后面这几个 所以我们先把前面三个B栏串C栏串D栏串完之后呢 一样先放在一个自串变数 所以其实刚刚那一题跟这一题有一个共同点 就是串接串接文字 所以我们把三个栏位串完之后 那我就会产生什么 邮递区号 城市跟街道 那段向弄号 其实不用判断了 不过判断也没多快 反正我们就后面部分就判断 那怎么判断呢 其实基本上我这边的逻辑是 如果哪一栏呢 诶段是一栏 如果一栏里面的资料 其实你要决定说里面要不要串接 是当它什么 不是空的才去做 但如果说它里面是空的 里面没有东西的话 那就不做 所以我的逻辑你会发现 我这边是用不等于 那你想说老师为什么不是用等于呢 因为等于会需要多写一个Ls 那这边写一个Ls干嘛 多此一举嘛 所以有的时候 这边用不等于来判断 因为我要是 不是空的我才要做 是空的呢 那当然我就不做了 不做就不用写了 所以这样的写法会比较精简一些些 所以有时候城市 怎么写会比较精简 那你可能要稍微思考一下 那如果不等于空的 那我就串一个段 并且串完之后丢到前面 像也是一样 弄也是一样 号的话不用 所以号是直接跟刚刚一样 直接串完之后丢到前面 那楼的话也是判断 如果不等于空的 那我就把它串起来 最后呢把结果输出到哪里呢 输出到追栏里面的同一列 i列里面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把s怎么样 串接 串接 串接进来 这样就OK了 那 再来的话 下一个 不过理论上 最好是在这个地方 多加一行 s等于空的 这样好像有时候比较保险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输出完之后 那因为我如果没有把它清空的话 可能会不会有参约东西 我以这一题为什么没有写这个 因为基本上我没有重新 又把它丢一个新的进来 不是用串接的 是直接盖掉 如果串接的话是sm的 如果是直接丢一个新的东西 是直接 有点像那个剪贴不一样 你第一次Ctrl C 下一次的C 会把前面的盖掉 一样的道理 所以其实这边不写这一行 其实倒也没有关系 所以这个 但是有些地方 如果你是 一直串接一直串接的 那你可能如果 再换一个下一个 你可能就是要 把 后面的删掉 不然它会一直串一直串 哇 串越串越长 这个可能有时候你要 再看实际的情况而定 那这样的方式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把 最后的结果给输出了 那为了要看最后的结果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就是最后的结果 然后为了说 可以让细节 能够让同学 比较能够清楚 我是建议 还是一样 可以按F8 如果你不确定的话 你可以串接 像S现在的状态 里面的 就是106 台北市四围路 然后呢 判断里面是不是有断 没有 所以断跳过了 就不会有断了 然后呢 像 有没有像 有 所以就54项 串完之后的话呢 你会发现 S现在是 就多一个54项串 后面 所以这样应该可以很理解 这些程式的话呢 其实基本上 跟前面学过的 应该都没有增加太多新的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只是说 我们把那个 回圈 跟 串接自串 多增 就是也是在增加那个逻辑判断 所以全部 跑完就按执行 OK 那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呢 就全部串完了 马上 你会发现 串完了 那这个好处就是 以后呢 你可以不断使用它 那清楚的话呢 我可以用几个方法 for i 往下 再把它清空之外 另外一种写法 是clear contents 前面好像有讲 用range的方式 你可以 把追2 一直到追的最下面一列 最下面一列 点什么呢 点clear contents 就可以 因为我要清楚的是 追2 到 追的最下面 追2 追2 在这里 到追的最下面一列 那写法就是 range 追2 冒号追 我不知道哪一列 所以你可以用追中的 追中的话 实际上就前面写过了 把它 复制到 追的后面这边 加一个点clear contents 就可以 所以这样的写法的话 当然相对的效率比较高 那最后的话呢 我们再把这个部分呢 再增加一个插入一个 那个制定函数 使用者定义 不过呢 这里的话如果说 要用之前讲过的 那你第一个 当然一定要插入一个function function名称的话 叫地址函数 那你需要给它几个参数呢 当然你就会一堆 这边 从那个邮递区号 到楼 哇 这么多个 那以后的话 你变成要跳一堆的这个 来合并 那当然 这样子很麻烦 按确定 那你邮递区号一个 然后程式一个 再接到一个 断再一个 哦 这样很麻烦 对不对 好像没快多少 不过还是有比较快 一定还是 至少一个萝卜尔坑嘛 再怎么慢呢 也还是会比那个之前 图法链刚来的快 那如果说我希望呢 可以不要这样子 能够呢 快速的帮我产生 就是一个刷过去的话 其实这样也可以啦 如果说你希望快速的话 那你可以把它变范围 还记得吧 范围哦 范围的话 因为它会刷一下 那刷一下的话 基本上我们把这个范围 先丢给一个什么 丢给一个A 然后我讲过 这个范围里面的 要抓第一个的话 先列 再蓝 所以1-1 表示是 抓到的是游地区号 这个范围的1-2 就是台北市 所以你用什么 A 刷湖1-2 去代表台北市 依此类推 3 4 5 6 7 8 也就是这个 前面是列 后面是蓝 应该还有印象吧 前面好像我们有做过 在那个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也有就是 不用一个一个选取 而是刷一下 那只是说因为之前我们是 手机函数 它只有三个 那好像感觉不太出来 不过像这边一定要用范围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用范围 光一个一个选 其实真的太没效率了 只是说要怎么做 OK 那做法上面的话 请各位也许先想想看 有点像是复习 所以一样啦 第一个一样先插入一个程序 这个程序名称的话呢 也许就是叫 地址函数范围吧 地址函数范围 地址函数我想比较简单一点 我觉得比较没有那个效益 那只是说你要怎么去把这个程式写出来 我们待会再看 你写完 其实没几行啦 带一个对应 所以这部分请各位试一下 VVA的部分